回到8月30日的香港武格仔 據聞現在香港天文台 暫時是一號風球 去到明天下午才開始有三號風球 下午還有現在最麻煩的 一號風球可以好好天氣 也一號風球可以很熱 但通常我們認知一號風球越是熱 代表著風的影響會越厲害 我記得當時山竹又好天甲 之前一號風球的那24小時 是接近34至35度 如果大家嘗試上龍脊 上城門水塘 你感覺到毅局不想 沒有辦法再踏前一步 你就感覺到接下來的風有多厲害 是 因為現在這個台風蘇拉 不是野小 據聞就是 之前那個大陸東北 一撲一撲 叫什麼名字 那個 杜蘇睿 杜蘇睿 已經搞到 你記得大陸那些 對呀 好呀 現在響應 天都在響應 習老闆 因為習老闆經常想搞基建 你不催爛那些天橋 那些基建東西 怎會再有起過 但是一單還一單 香港即使是出現過山竹 出現過天甲 天甲和山竹 玩到澳門差不多是倒了 香港大家都最多是倒樹 香港就有一次 就是那個天秤的條條性 那個是山竹 那一次就很嚴重 但是都是想著 最多都是 要特意呼籲老闆 特別給一天封假 大家就等條路清好才好 去到 給大家上班 我想是九七以後 第一次是要 山竹是第一次去到這樣的程度 所以香港都算是挺好的 那就是這樣 現在就因為為什麼 剛剛好像前天文台台台長 岑志明 他比較少出來說話 他不是說好像林超英那些 那麼多話說 連不開冷氣都變成 這個話題熱門 林超英也是退休之後才是這樣的 如果你說 不是大家岑志明 沒有他那麼出位 一直以來不用他講 是交給那些妹妹 跟電視台講的 退休的天文台台長來講 岑志明今天就熱門過 林超英 岑志明怎麼說呢 他就說 其實之前都說過 蘇拉的 但因為他日前 因為狼來了 跟車太貼 他看淡 蘇拉對香港的影響 因為其實這個蘇拉 都很難猜 還有他就說 香港有很多不同的 不是香港是環球 各大的電腦余報 對蘇拉的路徑 都有很大的分歧 還有最主要的問題是 是因為那個 現在是講的 那個高壓節也好 也都有兩個颱風 準備著 趨向台灣 和日本 這一樣是影響著 蘇拉的路徑 所以基本上是沒有辦法預測 因為是講的 其他這兩個風 帶動的 不知道有什麼 其他的氣流 會影響到 很多風 這期很多風 其實除了亞洲 沒有蘇拉之外 英國今天都重點報導 現在是會催 美國的佛羅里達州 有一個伊達利亞 這個就是奪命級的颱風 根據CNN的說法 暫時 它只不過是一個 叫做CAT-2二級的颱風 當然 你說二級都好 其實已經是 是講的 這個震風時速 是去到177kmh 它緊急疏散 很大 因為你說 佛羅里達州 是一個低瓦的地區 所以你說CAT-2 其實已經是接近 香港的8號風球 而且它能夠造成的 湧浪 即是地形的關係 即使只不過是 香港的8號風球 都已經很厲害 其實他們 我真的不知道 他們怎樣緊急疏散 疏散去哪裡 因為其實美國 其實都住得很散 除非你有一個地方 集中那些居民 以往 例如新浩爾良 那個Catrina事件 第一就是 叫附近比較高地 開放一些緊急的 社區中心 讓大家先住 這樣 那現在 佛羅里達州的州長 已經叫大家 那些居民 他現在 弄了一個強制的 緊急疏散令 其實 這個 都可以叫做 1800年代以來 沒見過 經歷過 這個 伊達利亞等級的風暴 所以這個都是國際級大新聞 來的 風力是去到每小時 200公里 那已經 美國國家的巨峰中心 已經發出過多項的警報了 可能會有 就是佛州 包括什麼坦柏灣 和大灣地區 會有暴潮倒貫的危險 很大惡 為什麼這麼厲害的原因 因為它在大西洋中心 白毛達那邊 已經是Cat-II 預計它是不斷地 吸收大西洋環流的暖氣 那時候 很大機會去到Cat-IV Cat-V 所以才這樣做 可能就是 perfect storm 如果perfect storm 意思是 將這些能量加總在一起的話 這個不僅是奪命的核彈級 那你說的大西洋巨峰 你可能每年都來一次 只不過是說全球暖化 香港人看到的 純粹是說冬天越來越少 但是 例如我們說的 英國就越來越熱 是非常明顯的 至於在美國 就是那些超級巨峰 又或者旱災的 這些對比的差距 大家是感受到 這個就是中國 這個叫做 削州和佛州的分別 大家都是低蛙地區 但是人家就會叫你緊急疏散 削州那些 那個省委書記 就是河北省委書記 會怎麼說 自己請英做湖城河 做北京的湖城河 真是這麼糟糕 怎麼會緊急疏散 不會緊急疏散 提醒你 那你不讓別人去落閘放水 菲尼克斯就說 Cat-2都可以很厲害 當年的溫代 其實都是Cat-2 好看路 這個真的 因為如果 看回CNN Trekking Italia 那它說 就直接 是沿岸催下去 這個 佛羅里亞北部的 Jackson Sphere 那些地方 這個地方 真的 看回Google地圖 就是一大片的沼澤 來的 你如果在沼澤 裡面登陸 真是很金的 那就糟糕了 但其實他們都要放棄家園 暫時都要 你不能選擇 你拖男戴女 你都要保命為常 難道你真的 看到獨州 一起變成佛州 變成獨州嗎 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說回 就是因為 我們在說 河北 杜蘇裔 沒有經過 台灣 或者福建 擋了他 而直接在長江口 華北幽靈地區 打上去 所以 北京是硬吃了 所有的強降雨 而更重要的一件事 大家都很清楚 獨州是成為了 雄安新區的滬城河 以往 河北都會有水災 大麥特河北的水災 如果你在說 在雄安新區的話 本身都是 可以沒有那麼恐怖 你選擇了 獨州就沒有辦法了 現在 但是 陳 都有網友 在checkroom HKG說 這個 蘇拉 有機會 打足48個小時 這個就好像 哪個 山竹 山竹其實不單是厲害 山竹的持續風力 影響香港 都接近 都超過24小時 我記得當年 很久 很久 我記得當時 有些什麼 貼了窗口 又是米紫棋 這樣貼 很誇張 是不能不這樣做 因為 在菲律賓國 那時候 已經是 去到cat4的級別 其實 香港 吃的那個山竹 已經是非常 已經是被 菲律賓減弱了 但是 都是講 cat3的級別 然後催下來 山竹 當時 在講的 就是 風大 但是雨不大 這些才是最恐怖 嗯 至於 FY 就說 風 現在 在香港 都叫做 幾糧 不算好 那就 真是不清楚 因為我記得 那時候天甲的情況 來之前的48小時 我都覺得很涼 但是 它真的越來越接近 1號轉3號 那時候 就真的 突然之間 我記得 由29 由29度 就升到33度 那時候 就感覺到出事 可能 它的風 那個能量的集中程度 路徑 都影響得非常之 都有很大的影響 嗯 OK 首先我們 關注蘇拉 我們雖然在英國 我們都很關注 香港的朋友 是吧 蘇拉打到來的話 那 香港 我相信 就不會說很大鑊 就是 大家都有應對 台風 的經驗 香港的 基建 是很厲害 是很厲害 但是 大陸就不同 但是 這個時候 大家要盯緊這件事 因為 這個叫做 震災基金 立法會 有一個撥款 震災基金 你知道嗎 我知道一直有這樣的事情 你看 夠不夠 給他們現在 那些 蘇拉 如果你說打到 中國的話 大陸的話 又是要震災基金 拿錢的 是吧 血龍於水 這個叫做 血龍於水基金 今天 都幾 都幾 及時 現在蘇拉打到來之前 這個震災基金 就說乾堂 就向財委會 申請緊急撥款 即緊急科水 行政署就說 事出迫切 就沒有資訊 沒有時間資訊 就趕快 因為現在都不是說蘇拉 首先 就是說 他現在在大陸 那些什麼 就是他之前的 那個杜蘇睿 其實還有一些申請 還有一些申請 還有一些申請 就是大陸還有其他機構 申請去震災 因為之前已經撥了 6500萬 就給了9間機構 已經非常之難 這個叫捐條毛 其實是 那現在呢 捐條毛的大陸 都是錢 6千多萬 現在是說香港政府 連毛都沒有 是 現在財委會就說 還有其他機構 都說想申請 香港這麼闊路 大陸政府 就不會有錢 去震災 做護城河 大佬 那現在呢 就有其他機構 真的有事 就找香港 那沒辦法 當年其實 就是 講分文川十周年 那時候 他選擇不多謝香港 是因為覺得 香港人去到捐給大陸 是理所當然的 我很記得的 民主派 都有份投票支持 去到捐 捐成百億 給民村的 那他就會跟你說 那你呀 沒有肺的時候 他就捐了很多物資 來 還有一些醫護 都來幫你手 是不是 根根計較 真是 但我又說一句 沒有理中共 怎麼會有武肺 真是 我們叫武漢肺炎 大家是很清楚 他源頭在哪裏 那 好了 那現在呢 就說要緊急需 急切需 要向基金注資 你現在這個財委會 就說 猜不到這麼受歡迎 猜不到一個 二個在內地省市 是吧 就是 一要需要錢 就賺災 現在是 但是李老師 你是不是 李老師呢 都有說 例如 8月29日 在門頭溝 永定河 這些地方的環境 基本上 都是爛地來的 你問 市政府怎麼清 幾千萬都不夠 自己都不知道 是不夠 其實你不夠 你大陸那些震災 Sorry 你那些差不多叫滅門級的 這些這樣的 巨峰 你給了幾千萬 最後什麼都幫不了手 最後什麼會變成什麼 那些官員 變成發財機會 那些官員 民村十周年 你給哪些官員的發財機會 他是那些落閘放水 是浸死那些市民那些人 給他們去發財 呂炳權以前 不是做過那些什麼民村 就是殺人放火金腰大 你現在等於助長這件事 友善中國組 是不知道 民村五周年 六周年 七周年 是有做過 follow up 香港人捐的那二百億 就是民間一百億 立法會一百億 那些錢去了哪裏 那結果說了 就是全部都去了 政府大樓那裏 那裏 那張梳化 就是靠 就是靠香港人的 那所以 那六千五百萬 就是要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買回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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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就是現在 不要撥款 就要撥款